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例呢也是会考八道题 那么巴塞尔协议它的分数是包含在操作风险里面的 所以操作风险整个的里面是包含巴塞尔协议的分数 那也就是在操作风险本身大家在学习当中的比较困难 其实呢你如果能够把巴塞尔协议学得比较扎实的话 那么基本上操作风险这个大半的分数就也是可以拿到的 是这么一个安排 那么这两门课程呢我们把它相提并论 是因为他们有一些共同点 一个共同点呢都是他们已经是快临近结束时候的两门课程 大家同学们就在一般如果自己如果在学习进程当中呢 上来呢大家都是学得比较起劲的 前面的市场风险学得都比较好 到了后面呢由于时间的这个比较拉的比较长 可能就会懈怠一些 所以到了后面大家可能会没时间学 主要就是出在这个两门课程上 尤其是案例 三四百页的这个文档这么多 你自己看一遍想想都是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大家可能到了后面都有点虎头蛇尾 但其实呢这两部分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 因为本身他们的题目是死题目 巴塞尔协议也好案例也好 它没有太多灵活的地方 它主要还是一套人为规定的一套制度 本身就是你知道就能考得出来 不知道基本上就没有任何希望 那么所以呢这两部分相对分数比较好拿 那么你想一想你前面的三大风险 这个要拿超过平均的分数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如果你后面这两门课程呢 你又没有学过 那么这两门课程你等于说没有学过 肯定是大量失分的 那前面的三大风险 那你一定要比别的同学还要超常发挥 才能把后面失去的分数补回来 这个显然是不大可能的 你试想一下 一个同学连后面这两门课都没时间学 他前面三门风险不可能学到好到哪里去的 对吧 因为你本身已经没有时间学了 前面你的三大风险也不会学得特别的扎实 而且前面的三大风险 大家的水平是拉不开差距的 或者说你也很难说打败平均水平 那么你后面又失分了 又落后于平均水平 那么你的总分肯定是达不到平均水平的 这就是我们每年有很多同学fail 就会跑过来说 哎呀我这是分数是在后面两门课程上 这是非常可惜的 就你不该失分的地方 你应该至少来说应该和大家平均水平一样 这前面三大风险呢也不要太难看 那你总风加在一起就不会差到哪去 所以这是我们在考试当中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策略 有的时候就我们我们学过那个Marginova 我们就知道Marginova是什么意思 当我一个资产有好几个股票在里面 当我这些股票的Marginova相等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达到了一个总体的最优 我们其实考试也是这样 我们的Marginova在考试中是什么呢 就是每单位时间的投入 能够给我带来多少分数的提高 这就是一种我们考试分数的Marginova 对不对 是不是Marginova是每一个Dollar的投入 能够给我带来Va的提升多少 我们改一下好了 我每一小时的增加一小时的学习时间 花在这门课上 这门课能够给我带来多少分数的提高 这个Marginova对于我们的Basser协议和Current Issue 是非常高的 我一小时投进去能够带来很高的分数 但是投在三大风险中呢 这个MVa是很低的 那你这样一听就明白了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做一个有智慧的一个时间的安排 对吧 那么三大风险呢 因为它是属于我们通过做题是可以练出来的 那么这两门课程呢 它的做题上面呢 不是特别的管用 尤其是Current Issues 这是全部都是新增 每年都是新增内容 没有一道题给你做的 那么这个呢 就要求大家说 既然你没有题给你做 那么你唯一剩下的办法就是把他的这些观点 这些概念给他吃头 那么我们在Basser协议当中呢 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明天呢 是Current Issues 明天这门课程你一定要来听 就你其他的课程你自己看书啊 或者评你的基本功通过都有可能 Current Issues对所有人都是公平 对老师也是公平 我们在拿到考纲之前 没有人知道明年的Current Issues会考什么 而Current Issues是每年都会更新的 就是你到了明年 可能这些案例全部都变掉了 所以等于说你如果自学的话 成本非常非常的高 我们是等于说 帮大家把这个学习的过程给走了一遍 等于我们帮大家去学习一遍 那么你听我讲一遍的话 你可能花个六个小时 你回去自己看一遍的话 就是一个春节的时间 就是我们备课就一个春节都砸进去 也就这么大的时间要投进去 所以这两门课程还是你听我们来讲一下 还会省掉很多的时间的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巴塞尔协议 你看它是隶属在操作风险里面的 对吧 它是隶属在操作风险里面的 那么这个巴塞尔协议呢 我们在基础班的安排 是按照它的历史顺序来讲的 就是巴塞尔一 巴塞尔二 巴塞尔三 然后巴塞尔四 就一二三四这么来讲的 那么到了强化班的时候呢 我们给它从纵向来讲 我们不是从纵向 说横向来讲 因为巴塞尔协议 其实它就涉及到三大风险 怎么样来对三大风险 做一个综合的处理 那么我们在强化班呢 就不是按照时间的限度来讲 我们按照三大风险分块来讲 比如说讲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 我们就讲八一是怎么讲的 八二怎么讲 八三怎么讲 然后再讲操作风险 八一怎么讲 八二怎么讲 八三怎么讲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基础班呢 是根据时间线纵向的讲 在强化班是根据风险类型 横着讲 这样的纵的也讲过 横着也讲过 你对这个东西的维度 就非常非常的熟悉 这是我们的一个思想 那么纵向讲和横向讲 有好处有坏处 各有千秋 那么对初学的同学来说呢 按照时间线所讲 比较容易接受 你就看到了一个历史的严格 就为什么它会从八一到八二到八三 这套流程是怎么样的 那么对于大家已经有点基础的同学呢 从风险类型来讲呢 应对考试更容易 因为考试它是根据喜欢按照风险来考 比如说他说市场风险 在不同的八三版本中 对市场风险的研究是有什么区别 那么这个就是考试喜欢出的类型 所以我们到了强化班 更加的贴近考试 我们就从风险类别来讲 好 那么然后我们开始讲啊 这个我们今天的讲义体系非常的清楚 就是八一八二八三 那么八一八二八三呢 这是一个巴塞尔协议 首先我们要明白是一个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银行业的监管的 这么一套全球性的一套法会 它是一个和银行业有关的 全球性的一套法会 那么这里面就要讲讲 为什么一定要讲到全球性 因为原来的银行都是区域银行 本国银行为主 那么在二战以后呢 开始这个银行全球化了以后呢 这个就出现了跨国银行 就在国外开展业务 那么国外开展业务呢 这里就涉及到自己的祖国 还有所在国 这两个不同的法律 那么银行到底以哪一个法律为准呢 那么银行非常的狡猾 他们会去那些监管比较宽松的地区 去进行经营 郎先平就一直讲 说在美国规规矩矩的那些投行 到了香港 就像就乱来了 操纵香港的股价 操纵什么 因为香港的法律 比美国要薄弱很多 然后到了内地 那就更加乱来了 这内地就完全就什么都不懂的 就他们过来的话 就有点像正规军来教训你民兵一样的 那怎么玩怎么可以 所以这个是一个金融机构 他不是慈善家 这一定要明白 就不管是任何行业 他都不是搞慈善 他都是以盈利为目的 那么你自己的法律薄弱 你自己的监管低下 你就不能怪别人在你这里信封做了 对吧 那你自己谁让你自己 这么这个体系没有成熟起来 那所以呢 这个在全球银行监管里面 就形成了这么一种趋势 这个是七八十年代非常的 当时大家去看 如果我小时候就当时报纸打开 对日本怎么样 日本怎么样 就那个时候 日本说要真的是很有钱很有钱 就很像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 日本游客也是全世界到处买 然后还要说买美国的时代广场 买美国的什么帝国大厦 当时的世界最著名的一些名画 最贵的都是日本人买去的 毕加索的那些华为报纸 当时一直登的嘛 有一幅拍卖创天价什么 就感觉到那时日本人很有钱 那么日本的银行也是 当时也是全面在和美国银行展开竞争 像日本的什么野村证券啊 像什么还有一些那些 现在你都已经听不到这些名字 那些非常非常大的三林三井啊 这些巨大的这些财团 在美国竞争非常的激烈 那么美国的这个做法呢 一般都是他有他有他喜欢呢 因为我明着搞不过你 我就搞一些暗地的一些国际准则 所谓的美国牵头的国际准则 在竞争上对你日本银行进行一个压制 那么日本人呢就有点像 缺少那种全球观念 他是单兵作战能力很强 单个公司非常的团结 但整个日本的国家 这个你去看日本从古到京 都缺少一个非常像美国这种高 包括英国这样高屋建领的国际观念 他没有说日本主导签一个国际条约 没有的 都是日本就是加入签一个国际协议 包括当时的巴黎和会 华盛顿公约 当时都是日本人在后面 作为一个签署国之一 很少有日本牵头去搞一个什么协议 那么当时呢 巴塞尔协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搞出来的 他不是美国搞的 他倒是一个比较中立的一个组织 叫国际清算银行 叫BIS 这个银行的总部在巴塞尔 总部在巴塞尔 那么这个组织呢 他不是 其实他不是什么银行 国际清算银行 他不是真的银行 他有点像一个民间组织 国外的民间组织 在很多程度上 要比政府组织更加有权威和公信力 这个和我们中国正好相反 中国是一看民间组织 一看就是骗钱骗财的 就这种 国际上倒反而不同 那这种民间组织更加的公正 那么所以呢 这个在瑞士的 风景秀利的巴塞尔的 这个银行呢 他当时正好在搞一个 全球的一个一个协议 这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巴塞尔协议 他的名字就这么来的 他的戳号巴塞尔协议是这么来的 那么这个呢 其实我们很多现在的非民 非盈利组织啊 包括我们的GAP协会 都想再成为一个 这样的一个角色 包括我们 包括CFA协会是最想成为一个 这个投资界的 国际心算银行 所以他们搞很多的 为什么考CFA 一定要考这么非常复杂的职业道德呢 因为CFA协会 他所有的体系都不是他创立的 他只有一个东西是他原创的 就是这套投资的职业准则 这是他引以为要的东西 所以他一定会往私利考 这是他唯一能够将来扬名立万的东西 知道吧 因为股票又不是他发明的 衍生品也不是他发明 那么GAP协会呢也是同样的目的在里面的 但是他呢还没有达到这么大的一个号召力 所以他也没有搞出一套 非常就是这种横行天下的一套体系 他也想做 那么他是怎么样来影响这个市场呢 就通过Farm考试啊 通过这些考试体系的设置啊 让从业者洗脑啊 就这套东西 他也希望成为一个标准 你知道这个我们以前很 我在十年前当时就讲过 说三流的国家三流的企业做产品 这个三流的是做产品的 二流的做什么呢 做专利 一流的做什么呢 做准则 这个三流的做产品 你想想CFA协会在中国每年赚多少钱 几个亿啊 没什么成本的 净赚几个亿 那你想想 他也没有怎么做营销 也没有怎么样做市场 他也从来不会打电话说 哎你要不要考CFA 但是你们就会死着活的赶着就会去考 一次考不了考两次 两次不行考三次 死活一定要去考 为什么 就是他做了一个准则 一个标准 这套东西是无形的产品 远远比你那些有形的产品 或者一个专利 更加具有杀伤力 这是你自愿去考的 没有人强迫你去考 你心甘情愿 包括法门也一样 所以这是这些 其实就是美国为首的这些国家 他们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竞争的一个状态 就那个竞争的意识非常的强 他已经不再给你产品上给你搞竞争了 他在标准上给你做竞争 所以你想我们这一代人 学CFA学Farm出来的 你不用怎么讲 以后我们所有对金融界的判断标准 就是Farm怎么讲的就是对的 Farm没有怎么讲就是错的 那自然就会形成这样的一种 这个东西不仅是你认同这一套标准 你更认同了这套价值观 这套非常非常多重的一个多润见 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那么BIS他做了一套什么东西呢 他就是要对全球银行的竞争 形成一套统一的标准 不管你是日本还是美国 我们都要按照这套规则来做 那么美国正好就筹缺这么一套东西 来约制制约日本的银行 所以BIS这套东西也符合了欧美主流的 帝国主义国家的竞争的目的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你要知道像BIS这样制定标准的机构 不会不会少于20家 为什么最后BIS他成为了国际标准 因为他正好迎合了大国争霸的那种需要 所以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你没有这个天时以个人能力再强都是白搭的 当时写这个标准又不是他们一家 很多啊 但是就是被选中了 是因为正好当时符合了那些欧美国家当时他们的意愿 就是压制日本 或者说大家有个公平的一套游戏准则 所以这个就是时代就选的比较好 包括CNV协会那套职业道德 为什么大家就考试时候还会学一下 考完时大家都哈哈一笑的 因为他没有迎合时代目前的一个要求 现在时代对于个人这个每个基金经理个人的操守 并不是很看重 现在整个国家国际更看重的是一个institution机构的操守 美国去监管金融不是监管你这个投资经理 不是监管这个人 而是监管这个公司 所以CNV协会呢 他搞的都是个人的投资准则 他没有和现在的一个国际大背景 并没有融合起来 所以这套东西一直就没走红 也是有他的生存次原因的 好那么我们大致介绍了一下巴塞尔的一个诞生呢 那么他的诞生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差不多是在1988年左右 这是正式出台8788年这段时间 那么你想这段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正好是87年不是美国发生股灾吗 对吧 美国发生股灾 那么你想 协议不可能说今天定明天就有 协议的运扬已经至少有五年到十年以上了 也就是这套东西其实它是滞后于市场的 这市场发生的事情其实协议这个时候出来 根本就没有想到87年的股灾 它其实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在酝酿了 所以协议永远是远于市场行情 就这点大家在学818283过程中 永远你要知道它是错位的 它是事后诸葛亮 就是坏事出来了 巴塞尔协议就要开始修改了 就要开始制定一个更严格的一套制度 但是这套制度刚出来以后呢 更坏的事情又发生了 所以巴塞尔协议永远被人批评就是马后炮 这个那马后炮也没办法 因为它的国际协议需要全世界的认同 不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 那你想全世界都要公认 而且要心甘情愿的接受 这个过程非常的漫长 所以协议永远是滞后的 那么整个协议干嘛呢 其实818283以后84 哪怕不管以后多少代 它永远就在做一件事情 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怎么样能够让监管机构最省力的 对银行进行最有效的监管 监管这个东西 supervision这个事情 大到全球体系啊 这个银行业监管 小到你自己的家庭的治愈 你家里你你怎么样管好你的家人 包括说管好你自己 这个supervision其实 至大伯弱碰小先 可大说大可大说小可小 包括你说家里两个人 包括你结婚了 你没有小孩两个人 那么两个人肯定会 磕磕磕磕 有些吵架 你你怎么样把这个家庭治理好 这个是每个人的个人能力 能够极大的区别 这个差别太大太大了 能力强的家庭 你就看他就能治理得很 好好的 能力差的家庭就天天就是鸡飞狗跳的 这个小到家庭 大到国家都一样 那巴塞尔协议他的监管 为什么非常的公认 是非常的高效 是因为他脱离了巴塞尔之前的那套监管思想 巴塞尔之前是怎么样监管的 那叫做业务监管 业务监管就是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庞大的一个监管机构 这个机构呢 事无巨细的对银行都要去管 银行要出一个新产品 新业务 先要去那里去审查 要去备案 然后通过了才能去做 那么监管机构呢 也是非常的苦不堪言 因为银行的产品 银行的业务是五花八门的 成熟不穷 今天这个业务 明天那个业务 那么监管机构他又不懂 他的能力肯定不会像银行那么强的 所以他也不能真正的去理解 银行这个产品背后的意义 所以他的监管呢 往往是瞎监管 有的时候就是菲利普讨好 银行呢也抱怨 监管机构也抱怨 这有点像我们中国在 也不要说十年前了 中国最近也没有 当然不断的在提升 但是你总觉得 我们的业务监管 现在还是非常的强烈的 这个所有的东西都要一个 庞大的中央化的一个机构 进行监管 那么业务监管就有点像你以前 你爸爸妈妈不会教育小孩的爸爸妈妈 就是小孩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这个事情要爸妈来过问一下 那个要过问一下 然后爸妈也累 小孩呢也不记你好 巴塞尔协议呢 他非常的智慧 他就把原来的业务监管 全部都给你cancel掉 他就变成了最后就抓一件东西 抓什么东西呢 小孩子就是看你学习成绩 道德身体 这三样抓住了 其他随便你 其他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去玩游戏没问题 你成绩不像这样 你去玩好了 我只抓住你的成绩 道德身体 这是智慧的家长 他会这么样来监管 那么这个 你就看现在的家庭教育里面 这个监管能力的高低 家庭之间的差异 太大太大了 这个不太会 懂得这套东西的家长呢 就是跟风 他隔壁家的小孩在弹钢琴 我也要去弹 隔壁家 那边隔壁的家庭在学画画 我小孩也要去画 那么你想这个弹钢琴和画画 这两样东西 本身这都是很耗时间的 这个小孩子 而且这两个技能 本身都是一种艺术 这个艺术这种形式呢 是通的 就是你有音乐细胞 和你有绘画细胞 都是对于个人的一种能力的提升 这两个东西 两头同时去做的话 其实费率不讨好 但是他不懂 他就知道 哎呀 我觉得我要跟风 别人怎么样 我也要怎么样 他们学奥数 我也要学奥数 那么这个就会变得 小孩子也是苦不堪言 那么这是一种家长 那么还有一种更高明的家长呢 就是那种就非常高明 那种就其实也没 这一辈子你也不一定见到几个的 如果你生在这样的家庭 那么当然你太幸福了 就是父母非常懂教育 本身他就很懂教育 那他可能就对小孩的教育 就是他虽然是看上去放任自流 但是他抓的东西就非常的精准 就有几样东西得治体 三样东西抓老 其他东西随便你怎么玩都可以 这么这就是一种监管模式 巴塞尔协议就是后一种 他管什么呢 这里就是我们接下来讲的 他到底管什么东西 他就管一样东西 叫做资本金 叫做资本金 所以我们接下来讲一讲资本金这个事情 我们讲资本金之前呢 我已经举个大家能够听都懂的 买房子首付款这个问题 你买一套房子 这套房子一百万的一套房子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资产 这套房子买到了就是你的资产 买到手了就是资产 那么你为了买这套房子呢 那么你这个一百万怎么筹钱呢 这个钱呢 自己出一部分借一部分 对啊借的钱叫debt debt借了八十万 那么自有资金呢 自己出的叫equity 出了二十万 这个就是八十加二十凑了一百去买了一套房子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杠杆率 这个leverage 这个杠杆呢 就是我们一般用资产去除以我们的equity 那么这就是一百除以二十 对啊 是五倍的杠杆 这就是五倍的杠杆 这个五倍的杠杆有什么含义呢 就是如果房子涨了百分之多少的话 你的实际收益就是五倍 那就是他的涨幅的五倍 比如说房子现在从一百元一百万涨到了一百一一零一百十万 那么这个一百十万就是现在新的资产 对啊 就asset一撇变成了110 那么这个110里面有哪些成分包含的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它包含了哪些成分呢 第一个就是借的钱 这个永远是八十 我们不看利息的话那借的本金永远要还的 还有呢 你自有资金呢 就是你自己原来出的 这个二十块钱一分都没有少 另外一个叫income income就净赚的钱 净赚的是多少呢 十万 就八十加二十加十 凑成了110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算个投资回报率 这个return怎么算 我们return的标准计算 就是你净赚的钱 去除以你原来的原始投资 原始投资是多少 就是这个equity 对吧 就是自己的二十万赚了多少呢 那么十去除以二十赚了百分之五十 就赚了百分之五十 但是你想一想 房价才涨了百分之多少啊 百分之十 结果你赚了五倍 百分之五十 是不是这么做的 这个我们已经在操作风险中已经讲过了 那这个杠杆给你带来的一个巨大的 放大的一个收益 五倍 那么百分之五十 但是杠杆的反作用就是如果房子下跌百分之十 那么你就是亏百分之五十 这个以此类推 对吧 以此类推 所以大家自己去推一遍啊 那么也就是杠杆这个东西呢 在我们这道题目里面是五倍的杠杆 就是五倍的杠杆 那么五倍的杠杆 五倍的收益 五倍的亏损 这大家就知道了 那么这时候大家就知道 这个杠杆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双刃剑 对于银行来说杠杆是越高越好 对于监管机构来说杠杆是越低越好 所以我们再来盘一下这个公式啊 资产出于负债 就这是一个leverage 这是一个杠杆 对吧 在假设我们资产是恒定的情况下 这是一个恒定值 那么银行可以去通过资产结构 来改变这个杠杆 就是我同样要去买一百万的房子 我自己出多少 借多少 这个比例我只要调一下 这个杠杆就变了 如果十块钱是自己出 九十块钱是借 这个杠杆就变成了十倍 就变成了十倍 所以监管怎么监管 不是监管资产 资产我没有办法监管的 我只要去监管这个equity 就是你这个equity 对监管机构来说 就是你必须你得自己出 一定额度的equity 你不能全去借 如果你所有的钱都借 这个杠杆会变得无限大 这变得无限大吧 这就是监管机构 就做一件事情 监管这个杠杆 那么其实你就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思想讲 因为大家一想杠杆 人人都知道 这个杠杆就这么做了 那么这个equity是什么呢 equity我们的中文翻译叫自由资金 对吧 叫自由资金 其实equity在我们的监管体系里面 它的还有一个含义 就是capital的意思 它约等于 不能说equity就等于capital 但是equity主要就是capital的核心组成部分 那你现在先大致理解为 就是我要对equity进行监管 或者说对capital进行监管 就你这个capital必须得大于一定的份额 你不能太低 你必须大于一定的份额 大于多少呢 那么在我们巴塞尔最初的时候 就想到了这个问题 他是最初就提出了一个叫资本充足率的 这么一个概念 这个资本就是我的equity 你必须得大于多少 就是我这个equity必须得大于某一个值 我用一心来表示 我得大于多少 你如果小于 那就是不行 没有达到要求 那你必须要大于或者等于这个值 这个叫资本充足率 叫资本充足率 这个叫capital 叫adequacy adequacy 大概就这么写的 这个叫ratio 叫资本充足率 adequacy 你这个我就再拼一下 这个词 adequate就是充足的名词 到时候我翻一下PPT 这个词 资本充足率 就是一个ratio CAR就是简称为汽车 car的意思 就是我资本充足率 要大于一个百分比 那么这就是巴塞尔协议 整个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么大于多少呢 大家先记一个数字 就是大于8% 大于8% 就是我原来不是杠杆 是用资产去除以equity 对吧 我现在倒过来除 这样除 这个必须大于等于8% 就这是一个巴塞尔一的时候 一个最初的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 大家先有一个概念 因为我们在后面会讲到 我们的资本金 你也可以把它写成 我们的资本金 去除以我们的资产 要大于等于8% 但是这个地方 我都是要打引号的 因为它不是除以真正的资产 它是要对我们的asset 要做一定的调整 但是再怎么调整 它还是以资产为核心的 这么一套东西 那么大家想一想 这个就是一个杠杆的一个倒数 对吧 杠杆是以多少倍表示的 倒过来呢 就是以百分之几来表示 就是说我100块钱去买房子 你自己必须得出8块钱以上 借你可以借92块钱以内 自己要出8块钱以上 就这么一套思想 那么大家想一想 这套东西大家都能喜闻乐见 都很理解 你就想想我们买房子也好 买股票也好 做任何事情 只要是借钱的 就会形成杠杆 那么银行呢 是一家不借钱 就无法经营的一个行业 它和其他的行业还不同 有的行业可以一分钱不借 你看我们精神就没有任何负债的 据我所知是一分钱 既没内债也没外债 我们都是自有资金来发展的 这当然就是一个公司运营的思想 有的公司说我就要借钱 有的公司说我借钱会带来很多沉重的压力 我自己主要有现金的话 我就不去借钱 这就是不同的思想 但是银行是一定要借钱 银行不借钱 那你银行你怎么运营 银行就是靠借来的钱去投资 然后银行才能壮大 所以银行必须要去借钱 所以对银行来说 这个资本金充足率 就一定是一个 必须要达标的这么一个东西 这是巴塞尔协议的一个核心思想 所以我们今天从头到底 就是在研究这个公司 它的分子是什么什么什么组成的 分母是什么什么组成的 就这么一套东西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有了这个思想以后呢 我们现在就把问题呢 就变成了资产负债表了 这里是资产 资产有这么多 负债呢 有这么多 然后equity呢 有这么多 那么我们知道资产就必须等于低加一 这是一个很等的 那么这就是一个思想 那么我们现在要 巴塞尔协议规定的 就是在给定资产的情况下 你这个equity 必须要大于一定的份额 那么怎么样来计算资产 怎么样来计算 这个equity 这又是我们接下来面临的一个难题 因为资产在实体经济里面 是非常容易盘点的 这是一个资产 这是一个电脑 价格多少 你用成本价去算 就是看你的发票买来的时候是多少 你用市场价值去算 就是看这台电脑在市场上 现在值多少钱 这都是可以计算的 唯独在金融世界中 这个资产很难去估算 因为它是有很多看不见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资产里面 可以分为有三大类型的资产 我们从风险角度来说 比如说这一部分资产 它是有market risk 它是涉及到市场风险 这一部分资产 它是涉及到信用风险 credit 这一部分资产涉及到操作风险 那么我们的资本金equity 必须要大于一定的份额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算出 我真正的资产是多少 资产我们知道 金融界有很多非常虚拟的一些资产 你说比特币 这个资产你怎么样对它算它的价值 它每秒钟都在价格变 一会涨20% 一会跌20% 你根本都没有办法记出它 记下它准确的价值 所以我们把资产就分为三大风险 都有相关的三类资产 那么市场风险 我们先看在巴塞尔一里面 我们只研究 信用风险 因为信用风险是大家银行最早能够面临的风险 就巴塞尔一代的时候 大家只能研究信用风险 那么信用风险比如说 研究出来它的价值 比如说是100元 那么它的capital应该多少呢 8%就是8块钱的equity就用来覆盖这个信用风险 所以这个里面有大概这么多的部分 8块钱左右 它是由信用风险产生的对应的capital 就这么这是这一部分是capital 那么然后呢 到了我们的巴塞尔二 巴塞尔不是一 在1996年的修正案里面呢 引进了market risk 那么这个风险研究了以后呢 这一部分的资产 就是和market risk有关的资产 我们再取8% 这是你的capital的要求 所以这里的capital又多了这部分 这部分的capital是用来专门对付 由于market risk而引发的asset 它的8% 所以这一部分的capital 你是用来和market相关的 那么到了巴塞尔二以后呢 我们又引进了最三个风险 就操作风险 所以这里呢 又有一部分capital 这部分capital是和我们的操作风险 相关的资产 对应的8%的capital 所以我们的资产是怎么研究的 是分开研究 不是把银行的总资产 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 我们把资产分为三大风险 分别进行研究 就是市场风险有关的资产有多少 信用风险有关的资产有多少 操作风险有关的资产是多少 然后呢 我们的capital也是分开研究的 就市场风险的asset算出来以后 成8% 这一部分就是市场风险带来的capital 信用风险带来多少capital 操作带来多少capital 然后把我们的所有的三个capital 累加就是银行总共需要的资本 这是非常就是分开研究的 它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 这就是我们整个今天的课程的思路 我们就要讲这套流程 它是这么来的 所以整个体系其实非常简单 大家只要会做惩罚就知道 我们只要算出一个asset 乘以8%对应的capital就算出来了 对吧 就是做一个惩罚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就是一个最终我们今天围绕的 就是这么一个公式 就是资产资本充足率的公式 这个资本充足率 我再写一遍 就是这个CAR资本充足率 它等于什么呢 我们的capital 或者equity 其实capital不等于equity 所以我这里要打个引号了 除以我们的资产 这个资产是修正过以后的资产 所以我也要打引号 这个必须大于等于某一个值 这个值呢 最早是8% 这是81的时候 到了8283就不断的进行修改修改修改 所以就变得越来越复杂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研究分子 capital是什么 第二件研究分母 capital是什么 第三个研究这个比例 比率必须大于多少 其实81828384就在做这么一个处法 好 那么有了这套思想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来看一下 这个巴塞尔怎么样来具体规定的 先看巴塞尔一 巴塞尔一呢 就提出了一个资本充足率 这个资本充足率叫做 就是我刚才讲的CAR 这是由当时的这个职位 我忘记了 就是叫Cook这个人提出来的 所以这个ratio叫Cook ratio 它的Cook ratio就是我们刚才的思想 就是我的capital 去除以我的assin 必须大于等于某一个值 你当然把它看成是资产 但是这个资产呢 它不是原始的资产 它是怎么样来做的呢 它是和你这个资产所涉及的风险 要有一个调整的 所以这个资产叫什么名字呢 这个叫risk weighted asset 叫风险加权以后的资产 叫rwa 巴塞尔这门课程呢 主要就是缩写很多 这个缩写呢 你一开始不熟悉 看两遍知道了 就永远不会忘 就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固定的一些说法 叫rwa 什么叫rwa呢 这个rwa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先不要看复杂的 叫风险权重以后的资产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资产 这套资产是什么呢 是一张美国的国债 是一张国债 这个资产对于多少呢 等于100元 就100美元 这是一张美国的国债 那么你想这个东西是极其安全的 是安全到不能再安全的 它没有风险的 所以它的rwa等于多少呢 就是它的原来的资产 乘以一个权重 这个权重是多少呢 就是它的风险 所对应的一个 一个这么一个标准 这个没有风险 那就是零了 那么所以它的rwa就等于零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东西 虽然我的资产是100元 但因为它没有任何的风险 所以从风险角度来看 这个资产就等于零 就这么一个思想 就风险越大 这个后面这个权重就越大 好 那么这个资产其实在我们的rwa的计算中 就相当于零 那么然后我要问你 它对应的capital等于几 就为了持有这个资产 我必须要自己出多少钱呢 就你自己必须要出多少钱 才能购买这个美国国债呢 那么我们知道8%的一个比率 对吧 那就是rwa乘以8% 那么等于多少啊 是零 就意味着这个资产 你自己一分钱都不用出 你完全可以100元 通通靠借钱来买这个资产 这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极为安全的 杠杆可以无限大 我也不用担心 它不会跌的 它不会亏钱的 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东西 它的思想就非常有意思 就是我们知道 虽然我是100元的资产 但是同样的100元的资产 它的风险是各不相同的 这是一张美国国债 它没有风险 没有风险 其实我最后算出来的capital是零 也就是说我一分钱不用出 我统统可以借100元来获得 这个一张债权 没有任何风险 但接下去我再来一张债权 来一张尼日利亚的债权 尼日利亚的债权 这个东西就有一定的风险 还是100美元 还是100美元的尼日利亚债权 所以我这里来了一个新的一个asset 是一个Nigeria的一个债权 尼日利亚的一个债权 那么它是有风险的 它还是100美元 但是它是有风险的 它的RWA是多少呢 100乘上一个权重 这个权重就要看它的风险大小了 对吧 这个权重我们知道是0 0.3 0.5 0.8 或者100%都可以 那么我给它权重设的非常的高 设到1 那么它的RWA等于几 就是100美元 那么我为了买这个国债 我自己可以借一部分钱 出一部分钱 我自己出要出多少呢 就是RWA乘以8% 等于8块钱 也就是说我必须自己要出8块钱 最多能够借92块钱 才能买100元的债车 这就是自己要出的钱 那么这就是对银行提出了一个非常智慧的一个自动监管 怎么监管呢 就银行你要去买一些高风险的资产 原来在巴塞尔以前 要通过监管机构要审批 银行说我要买美国国债 监管机构说这个可以的买 银行说我要买尼日利亚国债 监管机构说不行 这个不能买 贵险太大 那么监管机构为了研究尼日利亚债券的风险 必须要去做很多很多的调研 监管机构就会变得人非常的臃肿 效率非常的低下 现在你看多简单 我只要订这么一个RWA 这么一个巧妙的东西 你要买低风险的债券 你去买好了 你的资本金就不用出了 零 你要买高风险的债券 你可以去买 不用不来问我 但是你自己自觉的掏8块钱出来 这是你自己必须要出的 这样一来就极大的降低了监管的难度 这个是不是非常智慧的一个方法 这就是资本金的监管 所以通过调整银行的资本金的这个要求 银行你去买高风险的东西 你就去买吧 但是你需要出更高昂的资本金 然后买高风 低风险的东西呢 自己出的资本金就很少 可以大量的去借钱来 这就是巴塞尔一里面的一个非常简单 极为简单的 但行之有效的一套监管智慧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RWA 它是一套风险 考虑风险以后的一个资产的修正过的一个价值 那么然后我们这里面就要开始要看一下了 这个我们这个比例啊 就刚才我们说0%还是100%这个比例 它是这样的 它规定了四个档 四档的比例 有四个这个TM 四个比例 就这个四种 第一个呢是风险全都是零的 就是最安全最安全 包括哪些呢 这个是反正你知道 这个最安全的 最高达到多少呢 100% 就像刚才尼日利亚的债券 就100%这种 中间还有两档 0.2和0.5 就这么四档 那么我们不要去记 这个表格不用记的 但是你大致要有点概念 就是哪些东西被认为 风险是最低的资产呢 第一个是现金 现金是无风险的 它当然风险全中是最低的 第二个是金条 这是金条 这个也很好知道 这基本上黄金和现金和美元一样的 都是最安全最安全最安全的东西 对吧 然后是什么呢 还有就是OECD国家的政府债券 OECD是金河组织 就是最有钱的三十几个国家的 就富国俱乐部 就一般我们去评价什么 一个国家穷啊富啊 你不用去多想的 你就看是不是OECD的 OECD都是穷 都是富国 非OECD的都不会是特别富的 或者说 非OECD的富国都是畸形的富国 OECD是属于各方面 就金河组织 就属于整个国家 就属于政治清明 这个人民富有 国家这个强盛 就反正everything is good 就那种标准就是OECD 像新加坡不是OECD 但新加坡有很多人说也很有钱啊 但是他的 他是畸形的有钱 不是那种均衡的 就属于那种国泰民安 那种迪拜 卡塔尔是世界最富的国家 人均GDP五十几万美金 但是他也不是OECD 为什么 他是畸形的富有 他不是那种均衡的 那种社会很健全的那种富裕 对吧 那OECD有哪30个国家呢 那给你看一下 第一个 先看亚洲 亚洲就四个 日本 韩国 土耳其 以色列 四家 这是真正的 everything is good的那种国家 就这四家 那么 所以 这是亚洲的 美洲呢 美国 加拿大 墨西哥 美加墨 北美 就三个国家 南美只有一个 智利 南美最富裕的国家是智利 智利和其他的 整个南美 我们不跟你们玩在一块的 你看智利是安地斯山的这边 然后整个南美 是安地斯山的那一边 智利人就不跟你们玩一块 本身大家就隔了一条 六千多公里的一道山脉 大家就你在山的这边 我在山的那一边 它是面临太平洋的 其他的南美国家 是面临大西洋的 对吧 智利你看 这个国家 很少听到那些 南美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它听不到的 是属于一个 闷声大发财 极极富有的一个国家 然后呢 剩下的全都是在欧洲了 非洲的都没有 还有澳大利亚 新西兰 这两家 对吧 剩下的全都是在欧洲了 东欧国家特别多 东欧的国家有哪些呢 波兰 匈牙利 捷克 斯洛伐克 斯洛伶尔亚 立陶宛 爱沙尼亚 七家 这个非常多 所以很多人说 东欧不都是穷国吗 你搞搞清楚 这些国家都是 都是极为富有 就几百年来 就一直 有很有钱的国家 波兽捷 就是最最最 波兰匈牙利捷克 斯洛伐克 斯洛伐尼亚 爱沙尼亚 立陶宛 这个拉托维亚 我不知道现在加入没加入 全部都是这一代 非常富有的 尤其是像波罗的海 国家的三国 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 立陶宛和那个 那些国家 都是属于 非常 相复 北欧一样的 本身就是 整个国家的 受教育程度非常高 而且非常的富裕 他们和 芬兰 基本上 人均GDP 是差不多的 所以北欧 在西方人看来 爱沙尼亚 是属于 北欧 五国之一的 北欧六国 然后是 东欧 讲完了 北欧 北欧的国家 全都是OECD的 丹麦 挪威 芬兰 瑞典 冰岛 北欧五国 但在西方人看来 爱沙尼亚也是属于北欧的 所以它是北欧六国 对吧 那么是北欧 南欧呢 基本上都是属于OECD的 就是 那个 西班牙 就是PIGS 就是 这几个国家 PIGS 这个 葡萄牙P 意大利I 希腊籍 西班牙S 南欧的几个国家 然后呢 中欧 德国 卢森堡 这个奥地利 瑞士 这几家是中欧的 基本上 你想到的 方大国家 剩下就都是了 西欧嘛 就法国 英国 比利时 荷兰 这些 阿尔兰 就这些国家 那这都是传统的 大家都熟悉的 这些国家呢 所有的GDP 最低的 都是一万五千 两万美金以上 因为俄罗斯 本身说要加入 本来14年时候 要加入 结果就欧克兰的事情 搞了一下 现在就僵在那里了 如果俄罗斯加入 应该是属于 最穷的一个国家 但也要有 一万五千美金 中国只有六千美金 你就查查 这个差距有多大 中国在全世界 人均GDP 大概排到 130几位 大概是 中情局 CIA有一个网站 它就是全世界 国家的一个 各项指标的排名 被认为是最权威的 叫CIA Factor Book 你去查 人均寿命 人均GDP 人均教育程度 中国都是100位以上的 人均寿命 一百零几位 人均教育 一百零几位 然后GDP 一百三十几位 都比较 非常靠后面的 所以这就是OECD 金河组织 这是世界上的 富国俱乐部 33家 34家 这样的一个尺度 那么这些国家的债券 被认为是零风险的 这是一个 非常大的歧视 这个在巴依里面 是引起了 巨大的争议 这是赤裸裸的 富国歧视 富国对穷国的歧视 那么如果你不是 OECD国家 那么对不起 你看看是多少 你对于这个 非 就非OECD国家 都是属于 欠发达国家 国家 就是100% 这是一个 巨大的一个差异 还有呢 两档 20% 50% 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反正风险越大 权重越高 那么在学习 我们巴萨尔过程中 有一点要思想要自主 就是如果818283 有更新的东西 以83为准 如果是一样的东西 那么818283 因为都一样了 那就没有必要说 以谁为准了 所以这套东西 是818的产物 现在已经废除了 所以我们了解一下 不用去钻牛角尖 你以83为准 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一个历史 上面的一个产物 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现在我们有一个银行 有两个资产 一个资产呢 是100米链的公司债 还有呢 10米链的OECD国家的债券 还有50米链的房屋的 这个房屋的这个贷款 那么现在要你求 它的RWA1.1G 那么咱们就用这个思想 首先我们把这个 三部分资产分开算 分开算 100米链的公司债 这是100米链 对吧 公司债 它的权重是多少呢 你查一下 这里看到了 我们的公司债 权重是100% 就不管你是什么公司 哪怕你是苹果公司 都是100% 所以这里有一个 100%的权重 对 100% 第二笔钱呢 是OECD的债券 OECD的债券 权重当然就是0% 第三笔钱呢 是房屋 住人的房贷 那么住人的房贷的话 权重是多少呢 你可以看到一个是 房贷 Residential 就是居民住人的房屋 的那些房贷 它的权重是0.5 所以这里有一个50% 所以最后我们算出来的权重呢 是125米链 125米链 这个就是一个RWA的一套计算方法 这是一个乘法 这个很简单 没什么技术含量在里面的 而且这套东西基本上现在已经处于半废除状态了 因为这是我们88年的时候 银行的资产结构还比较简单的情况下 我们能够这样来算 到了后期银行的资产变成了 尤其大量的衍生品进来以后 根本你算不出它的价值的 因为它的价值时刻在变的 有的时候价值还会小于0 所以你根本不可能像这么简单的 做个乘法就能算出来 这都是以前的 20年前以前的产物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对于资产负代表上面的所有的资产 是通过这个方法来计算的 但是大家知道还有大量的资产是属于表外资产 就是在资产负代表上看不到的资产 这个东西的RWA怎么做呢 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这都是很早以前的那套思想 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就这里面有两套思想 哪两套思想呢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叫表外资产 这个是资产负代表外面的这套东西 表外的 什么叫表外资产呢 我给你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东西呢 就是小A向B借了一笔钱 这是这个B给A呢 带了做了一个贷款 做了一个贷款 就B给A做吧 就B借给A钱了 那么这个钱是要由A要还给B的 对吧 这个钱要A还给B 但是我呢 在里面呢 做了一个担保人的这么一个角色 就是A不还的话呢 我还 那么这笔钱在我的财务报表上 我应该怎么寄呢 我能寄成我的负债吗 当然不行了 这笔钱不是我欠B的 是A欠B的 但如果A一旦不还 这个点被触发了以后呢 这笔钱就变成了我的负债 因为要由我来还 所以这个东西在财务报表上 你是没法寄在负债上的 这个怎么寄呢 咱们就在资产负债表的后面 写一个角注 叫Footnote 就上面把这件事情写上去 就我有一笔担保是100块 这笔钱呢 是对A做担保的 A如果不还呢 这笔钱就我来还 变成我的负债 这个叫表外负债 表外的负债 它不能写在表内的 还有什么是类似于表外的资产负债呢 衍生品 因为衍生品 为什么是很难在财务表表内写呢 它的value 是不断的在变化 这个value有可能大于零 有可能等于零 有可能小于零 它的市场价值不断的在变化的 这个我怎么写 财务报表又不会 商量的字又不会变化 它时刻都在 价格都在变化的 有正有负的 如果是正的话呢 那就是我的资产 是负的话呢 是我欠别人的 变成是我的负债了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 也是属于表外资产 典型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计算 表外资产的RWA呢 我们是这么一套思想 就是我们先要把表外的东西 这是off balance sheet 要转成表内的 要on balance sheet 再乘上一个权重 算出RWA 要走两步 刚才我们那道提尼日利亚的 美国的债权 都是表内资产 直接乘以对应的权重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这里要多做一步 表外转表内 第一步 再根据刚才的思路 乘一个对应的权重 这是我们表外资产 怎么样算RWA的 两步走的一个思想 那么举个例子 怎么样来做这样的转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要把表外转表内 就是我们把off balance sheet 变成on balance sheet 这是怎么做呢 就很简单 就是表外资产 乘上一个转换系数 表外转表内 就转成一个转换系数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就是表内资产的计算 就是表内计算 后面呢 就是表内的资产 再算出RWA 那么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它乘上一个权重 风险权重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把这两步呢 分配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步表外转表内 我们给大家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大家也是只要了解一下 因为这是81的东西 83已经不是这么回事了 所以大家只要了解一下 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下 这是有一张表格 这张表格给你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表外怎么转表内 它是 它以衍生品为例 它以衍生品为例 它就讲衍生品 这个担保它没有讲 它就讲衍生品 有这么一个公式 这就是表外转表内 转到表内以后等于多少 是一个maximum v和0的较大值 加上系数α乘上一个L 系数α乘一个L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做呢 我给大家来举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首先你看这个 下面这张表格 告诉你的是α是一个系数 这个系数有一套规定 就是根据不同的情况下 它的系数取不同的值 这个系数可以取 比如说取1 这个1% 5% 7.5% 反正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不同的计算 那么这套东西怎么做呢 我们先不要去看这个 铺灶的公式 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子 就可以了 先看例子 先看例子 我们先看一个衍生品 叫互换 那这个互换的价值呢 是100m 100m 4年到期100m 这个100m 这个东西 因为衍生品 它有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 它的当前市场价 叫value 这个value是时刻在变的 这个大家知道的 这个value是不断的在变的 对吧 还有一个叫什么 本金 这个本金是不变的 是恒定的 对吧 这个100m 肯定是mp 是本金 那么本金呢 我们叫notional principle 叫mp 我们一直这么写的 在这个里面呢 它给它起个名字 叫什么呢 L 还有一个参数 叫L 这个反正就是它的写法 这个L就是它的notional principle 就是它的本金 还有一个东西什么呢 就是它的市场价叫V 是现在是两块钱 这个V是会变的 时刻都会变的 有正有负都会变的 这个value是一直在变的 本金是不变的 就这两个值 现在我们就用它来计算一下 表外资产 转表内应该可以多少 这个怎么做呢 就带这个公式 它是maxV和0的较大值 加上alpha乘以L alpha乘以L 那么V现在是两块钱 对吧 L呢 是100 这个alpha等于几呢 它说alpha是等于0.5% 这个0.5%怎么来的呢 就要去看前面这张表格了 它首先是个利率互换产品 它的到期时间是四年 我们去看前面这张表格 你看啊 这张表格现在告诉你了 到期时间小于一年 大于五年 一到五年啊 是有不同的尺度的 然后呢 再看它的产品 它的产品是一个互换 对吧 是个互换 那么interest rate 它是一个利率互换产品 那么它这里对应的值 应该是多少 0.5% 这个 这个都是纵向的 列都是产品 比如说 我是贵金属衍生品 我是股票衍生品 我是外汇衍生品 我是利率衍生品 这都是不同的产品 这是纵向 横向呢 是到期时间 小于一年 大于五年等等 你找到交叉项 这个交叉项 这个系数就是我们这道题的 alpha 它是0.5% 注意这里所有的系数都要加百分号了 0.5% 那么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它算出来 最后算出来的值就相当于表内资产的2.5mm 相当于表内资产2.5mm 所以这是第一步 就是表外转表内 那么第二步呢 我们要求它的RWA 那么RWA我们知道就是表内资产这个2.5 乘上一个风险权重 那么风险权重是看什么的呢 是要看你这个如果你是债券的话 我们讲过了 这个风险权重是看谁发行的债券 那么衍生品的风险权重看什么呢 不是看谁发行的 是看你的对手 它的风险落在哪一个权重的 那么比如说你的对手是一个非OECD的银行 那非OECD的银行 我们知道它的风险权重是多少啊 你不用背了 大致了解一下 百分之一百 对吧 你知道非OECD的国家都是百分之一百 非OECD的银行 那肯定比国家风险还要大了 那肯定就是百分之一百 第二个呢 风险权重是一个非OECD 是个OECD的银行 OECD的银行的风险权重是多少呢 你前面去查一下 百分之二十 第三个对手是一家公司债 是个公司 公司的权重肯定就是百分之一百 这三种情况乘以不同的风险权重 所以我们分别看一下 第一种情况是两点五乘以百分之一百 风险权重嘛 第二个是两点五乘以百分之二十 第三种情况是两点五乘以百分之五十 就是第三个 第三个我讲错了 是一个Corporate Customer 是一个公司 Corporate是百分之五十啊 讲错了啊 Corporate 这里好像 应该是百分之一百 好像这个地方我以前 这个地方有点 这个地方风险权重有个问号 我好像记得以前的PPT 这里是百分之一百 这个细节我们 先不去理会啊 因为肯定是乘以不同的权重的 这个因为是八一的东西 我们就很简短的就一笔代过 因为这是最早的一套计量的一套方法 现在这套方法没有废除 但是银行有了更优的一套思想来做 所以这套思想 大家只要了解一下 就是我首先把表外转表内 有这么一个公式 就是这个表外转表内的公式 Maximum V和0加上Alpha乘以L 第二个呢 就是乘以风险权重 风险权重是由你的对手 他的处在哪一个风险级别 来决定的 你的风险权重的大小 最小是0 最大是1 0.2 0.51 这么四个档位的 这就是我们一个计算 那么后面呢 这些细节都不用管 这个就是他如果有Netting的话 怎么办 因为大家知道 在衍生品交易中 有的时候会出现Netting 那么Netting也就是 他的值可能会抵消的 就是WithNetting怎么样 WithoutNetting怎么样 这些都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WithNetting 这个根本就不用去看了 这些巴塞尔1 本身就已经是属于我们 一个一笔带过的 这么一个东西 细节的东西 我不建议大家去看得太细 好 这是我们的RWA 大家已经大致了解 怎么计算了 对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今天的永远要盯住的 这个公式 分母我们已经明白了 这个Asset 它其实现在我们知道 不是真正的Asset 是RWA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明白了 那么分子呢 这个Capital呢 我们等会儿讲 这个除了除下来以后呢 就必须要大于等于一个比例的 对吧 这个比例呢 在巴塞尔1很简单 就8% 就8% 这三个东西 分子分母 还有除下来的这个商 两个我们讲掉了 接下去我们要讲分子 这个Capital 分子是Capital Capital我讲过了 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你自己必须要自有的资金 这是你必须自己得出多少钱 对吧 这个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就是一个自由资金 但是其实我们真正的Capital 是要比我们自有资金这个概念 更加的复杂一些 因为自有资金 你还要分清楚 这个自由是你自己口袋里出的 还是你爸妈给你的 还是你们几个小学同学 你们几个合伙人一起出的 这个钱都是钱 但是钱是不一样的 我一直有一个讲法 这个话我以前一直微博上一直写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收到的钱 钱上是不会有任何的差别的 就等于说你赚到的钱 钱是上面是不会有任何的mark 就是这句话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多人说在国企好 还是外企好 还是民企好 还是创业好 我觉得这种话题都很扯的 钱everything 钱永远是钱 it's always money 上面不会有mark 就是你在国企 比如说公司很少 但是报销很多 汽车的开车的油钱可以报销 吃饭的钱可以报销 很多人说国企待遇好 但是你想给你报销的钱 如果我没有报销 我以现金的形式发给你 这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待遇好不好 其实无所谓的 我只要看我实际能到手的cash 或者说我能花费的cash是多少 那都是cash 就钱都是钱 就比如说你国企可以拿到1000块的工资 可以报销3000块钱 和你在外企拿到4000块的工资 我认为是等价的 并没有什么区别 咱们刨开一些特权以外 是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赚的钱是都是一样的 但是出资额可是不一样的 什么意思呢 你现在要买套房子 这个房子这个钱是谁出的 最好的钱是自己出的 这是完完全全最硬气的钱 就你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 你自己口袋里摸出来的钱 是最硬气的 那么这个钱是 你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 稍微差一点的钱呢 是你爸妈给你的 这个钱也叫自有资金 但是已经稍微在 这个没那么硬了 已经是 就是你说出来 这钱谁买的房子 我爸妈买的 人家也不会说 你这个人怎么啃老 用你爸妈钱 人家只会说 你有个好爹好吗 这个口气已经有点酸酸的了 对不对 再差一点的自有资金是谁的呢 是我两个合伙人处的 或者我两个股东处的 那么这个钱呢 虽然说是自有资金 但是这个钱其实是别人处的 你就更加的 口气上就更加的软一点了 所以一样的这个钱叫equity 虽然名字都是自有资金 只要你没有问银行借 问别人借 都叫自有资金 但是在个程度上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对这个capital要分层的 分为一级资本 二级资本 就大家明白我这个思想 你就知道 为什么我们对资金要分层 因为同样的钱 自己出的钱是最最最最真实的 或者说最最最最有购买力的钱 是你自己口袋出的 如果说这笔钱是你爸妈给的 或者说你老公给的 或者说老婆给的 或者什么钱 那就稍微就差一点 我们称为二级资本 或者三级资本 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就是为什么要分级 所以我们先要看一下一级资本 一级资本是属于最最最最硬气的钱 是什么钱呢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定义 就是真正的equity 这个equity就是自有资金的意思 或者说在上市公司的话 这个钱就是什么股票 或者股本 上市公司这个钱就来都是股东出的 你买了公司的股票 你就是公司的股东了 这个钱公司是不会还给你的 就等于说这个钱是你出资额了 知道吗 这个钱就等于公司不会还你的 那么你说说我买了公司的股票 我就是公司的股东了 yes 你是个小股东 你买一张股票 你都是个小股东 你买了一万张股票 你可能是个大股东 那么每个股东 根据你买的股票的数量 有投票权的 你小股东也有投票权 因为你的股票只买了一张 你的投票太弱太弱了 所以你的投票等于忽略不计 如果你是大股东 那么你的话语权会很大 你可以影响到公司的决策 对吧 但是你股东的钱 说我今天不想做股东了 这个钱你公司还给我 还不还 这是不还的 因为股东这个钱不是借的 借的钱要还的 股东的钱是你自愿的 就是你自愿投资这个公司的 是不还的 那如果说你想把这个股钱拿回来 怎么办呀 我可以这样 我把我的股东转让给别的股东 我转让过就可以的 就像你股票 我不要了 我卖掉 等于说你把你的股票转让给其他的股东了 你可以把现金收回了 只有这个方法才能收回你的现金 就这个思想 所以这里面第一个最硬气的钱 就是equity 就是自己出的钱 或者说股东出的钱 那么这是一方面 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比较硬气的钱 叫什么呢 我们讲了 这个capital呢 就我一开始因为便于大家理解 我就说capital呢 约等于equity 我只能讲约等于 我从来没有说capital就等于equity 约等于 那么为什么说约等于呢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equity这个钱呢 其实它完全 capital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真正的capital 其实它要略大于我们真正的自由